兄弟们没想到新赛季首个周定榜巅峰第一争夺战竟会如此激烈 就在昨晚小郑和童话二人你追我敢为了定榜第一硬式战至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此时临近巅峰赛大门关闭的时间也所剩无几 小郑仍然落后童话位居巅峰第二 因此接下来的每一把比赛小郑都务必要赢下来才有机会反超童话周定榜第一 并且小郑也只要能赢也将成为本赛季拳王首个突破2000分的男人 然而这把关键局CXP系统却对小郑异常照顾将国一发育录陆小明安排在几方作对了 那么小郑能否在陆小明的相助下晋级巅峰第一让我们拭目以待 游戏开始小郑忙猜刘邦一级会到中路搞事情于是提前来到中右草敦服并打起一波状态 随即小郑正常发育到两分钟后自家拿到献拳的原法率先支援上路帮助陆小明拿下开门火 与此同时敌方刘邦这波还传到上路但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而小郑健壮立马帮老夫子快速过掉兵线让防御塔帮刘邦补线使其亏粉对大话 随着后手支援的敌方莫子也被太乙抬走陆小明的上路对线优势可以说是无限大 紧接三分钟小郑眼见莫子以及嫦娥均在中上露头 于是立马配合原法给刘邦来一波三报一套餐 而孤立无援的刘邦对此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可惜老头由于抗了太多塔伤也要交代在这形成一幻影 由于这把自家上路拥有对线优势在加之嫦娥此时又直奔自己的篮区 所以小郑可以毫无顾虑地稳稳控下四分钟的小暴君给队友增加伤害 但不得不说这把自家双C绝对是所有打野玩家的梦中队友 六分钟这波二人再次发力将公孙黎击杀继续扩大队位优势 而在这种队友十分给力的情况下小郑只需要疯狂拿资源推塔滚起雪球即可 随后双方总算在中路爆发本局第一波大规模团战 对面的思路也很明确就是优先击杀我方最肥的陆小明 虽然成敦的控制技能和伤害全部灌在其身上 但毕竟自家有个态度 随着嫦娥定到陆小明后对面立马蜂拥而上 不过伤害终究还是差了一点 而上头的嫦娥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等到游戏进行到八分多钟 对面趁着老夫子回家补状态之际果断上前打一波人数差 派已率先倒下后对面便想趁胜追击 公孙黎更是立功心切想要月塔残血远法 不料下一秒就光速领了合范 随着小郑稳稳空下十分钟的黑龙后游戏也差不多丧失悬念 再加上张飞的致命掉点 让本身经济差距悬殊的对面 更加难以招架我方后续的猛烈输出 因此小郑也是凭借本局比赛的胜利 锁定昨晚的周定堡巅峰低 同时小郑也成为本赛季首个2000分先生 nice nice 2000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